强大的需求是中国人在港口建设 港机制造 航道整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很多领域都领先世界 为了加强全球与中国腹地经济的联系 今天他们要改造这个国家最大的一条河流 世界第三大河流 长江 全长六千多公里 流域范围占据了这个国家五分之一的陆地国土 中国人要利用长江打造低成本的物流通道 江历新开会的内容果然是关于汛期的紧急通知 河长洲一段的长江是宾威物种江屯的繁殖地 为了保护这种稀有物种 每年有一半的时间 施工被严格禁止 江历新本来可以按计划提前完成工作 但今天的会议中 为了防御突发的殉情 指挥部提出了额外护堤措施 但是原定的停工限期保持不变 中国人改造长江的最新计划 是打通一段水深12.5米的航道 这样从长江入海口 沿江上行400多公里 就全部可以通行5万吨级的货轮 航道整治一般就是洼底清淤 但今天的方法与过去完全不同 长江在河长洲被分成了两股水流 水流变缓之后 泥沙容易淤积 江历新的任务是在北水道40米深的江底 铸造两道前滴 使北水道的水量转移到南水道 作为主航道的南水道 因此而不容易淤积 工程的任务是 在浑浊湍急的江底修筑两条大坝 对于江历新来说 难度在于如何保证40米水下的大坝 能形成一个完美的形状 今晚的施工内容是铺设巨型沙带 经过半年的施工 数百条25米宽 60米到128米长的沙带 已经整齐地排列在48米深的江底 指挥部决定利用最后两天时间 加固靠近岸边的沙带坝 只有连夜施工 才能赶上进度 第二天一早 补充的沙带已经铺设完毕 江历新需要尽快知道昨晚的施工效果 面对浑浊的江水 如何判断水底的情况呢 幸好有了这种名叫多波数扫描的仪器 它以每秒20至40万次的频率 向江底同时发射1024数声波 通过对反射回来的声波的分析 可以清晰地显示江底的形状 那么下面一个位置应该是基本上中确 那么我们现在这就是我们要求的 最理想的一个效果 全面扫描之后 江历新对沙带的位置还比较满意 沿长江继续上行 进入到中国的腹地 相较沿海地区 这里还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中国的设计和规划者坚信 如果能提高长江这条天然水道的通航能力 有效地利用水路运输的低廉成本 就能为上游的欠发达地区 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 长江的中上游地区 也被列入了改造的计划之中 2003年 经过长达十年的建设 三峡大坝蓄水到了135米 长江上游139处激流险滩 被沉入了江底 660公里的航道通行能力 得到了全面提升 三峡大坝上游有了优良的航道 但是大坝上下游的高差 最高达到113米 鸟可以飞过去 船怎么通过呢 中国人对此自有妙计 而且还不止一条 就在大坝开始蓄水的2003年6月16日 世界最大的五级船闸系统投入使用 它可以同时通过六艘3000吨级货船 2011年 三峡年过坝货运量首次超过一亿吨 是过去相同航道货运量的十倍 有了船闸的帮助 长江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今天另外一条船只通道也即将运行 这就是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的船只过坝设备 巨型生船机 好 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三峡生船机的沉船箱结构 三峡的生船机是采用的齿轮齿条驱动划船式的垂直生船机 三峡生船机第一个特点就是世界最大 它的升举重量达到15500吨 相当于同时能抬升一万辆家用小轿车 这个就是我们生船机的驱动系统 由于这个生船机是全平衡战 两边的重量是全平衡战 齿轮跟齿条的拟合力现在是很小的 三峡生船机第二个特点就是运行高度世界第一 它的运行高度达到了113米 相当于37层楼的高度 在这种高度和重量条件下 它运行一次的时间只要10分钟 中国改造长江航运条件的努力 为庞大的腹地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同时也为长江口附近的港口群 带来了扩容的动力